与不满14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一律构成强奸罪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对方不满14岁发生了性关系,这构成强奸罪吗? 跟不满14岁的幼女发生关系,那一律是构成强奸 当然所有的人被抓都会说什么 我不知道,她长得跟罗娜是一样高 13岁,这怎么可能吗? 那大家觉得跟不满14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过程强奸 需不需要明知对方不满14岁? 当然需要,主客观相同 但是我们这个明知呢,它是要根据生活经验来进行推定的 你说你不知道就不知道,那不可能 所以根据司法经验呢,我们划了一个中间线 我们借鉴了普通法系的年龄规定 有一个关键性的年龄是12岁 跟不满12岁的幼女发生关系 一律推定有名字 你别说,不满12岁你都觉得是个成年人 不可能嘛 大家想一想,不满12岁是哪个年龄阶段? 小学生 小学生一看就是很幼稚,对吧? 背的书包都是喜洋洋的 但是12到14岁这个年龄段那是初中生 那有没有可能真的看不出来?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不满12岁是没有辩护理由 但是12到14岁根据生活经验来进行变故 就像我们上海发生了这个案件 哥们跟一个1米7的女孩发生关系 长得还真的跟我差不多高 小妹妹多大呢? 说18呢? 两人放心地发生了关系 但这个小姑娘戴着一条红领巾 戴红领巾什么标志? 肯定小孩的标志吗? 所以12到14岁根据生活经验来进行变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